籌碼动族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我是谢钟玲 跟着大户走财富 一定有 这一刻机会就在眼前 筹码动族先机动能掌握极限 大家好 我是谢钟玲 欢迎收看今天筹码动能大互乱的盘后期盘视频 今天是礼拜一 一个礼拜来开始 在那边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都可以 超多顺利都可以钻大签 来看今天的盘 大盘今天中场上涨197点 红利息也上涨3.26点 那当然重点是这个OTC 礼拜我们有跟大家说到 哇这个跌破月线 同学你有看过跌破月线的多头 好像没有对不对 所以今天哇好家债也把他拉回去 那当然指数会涨那么多 拳旺有动嘛 台移电嘛对不对 鸿海也动 联发科这个地方也反弹 那为什么 GTC好不好 那个回答了GTC的这个部分 当然那个 他到底讲了什么 后面 后面我们再跟大家慢慢的报告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几个东西 当然第一个 ETF的配息很迷人吗 既然有人说他买了1000万 什么时候可以变1亿 同学 如果可以变10倍的话 短时间可以变10倍 1000万我有啊 我有2000万啊 不要做了 靠下去都不用做啊 干嘛要好康啊 有这么好康吗 等一下我们从00919的配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再来 一样啊 那个选股的工具 短线法宝的部分 海大富之后怎么样 绍康重心嘛 对不对 等一下一起来看 好那先来看这个 我觉得这是00919的那个 就是他配息 配息基本上就是公告嘛 对不对 公告 那公告的话 公告的话就是那个 他会发一个说明书啊 但如果说你这个部分来看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你看 他第一季配0.66 当然非常不错嘛 对不对 配0.66很不错啊 说真的不错 但是你要去看他组成到底 这0.66是怎么配出来的 你看他这个 利息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他是鼓励所得嘛 鼓励所得 0.04 0.04啊 高股息ETF 配0.04这刚好什么高股息 然后你再看这个 以实现资本利得 就是他帮你做价差 做价差还比他多 做价差他帮你做价差做的0.09 同学如果说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应该是就配这两个嘛 0.04加0.09 怎么又多一个这个 收益平准金0.53 80%的收益平准金 这是什么东西 同学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配给自己 你懂是吗 你花10块自己买 10块给你买嘛 对不对 10块去买嘛 举个例子啦 比如说要10块去买 结果呢 要配息拿个5毛这样配给你 不用说1块啦 1块就10%了嘛 就先配给你5毛这样 就是你自己配给你自己啊 你自己配喔自己啦 我钱给他叫去买股票 然后他 我要发股息 他把你的钱再配给你自己 所以同学你不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吗 这太奇怪了吧 我自己的钱配给我自己 然后在那边高股息 这是我自己的钱啦 这就不是你把我谈的 你把我谈的就是多少 跟真的公司的股息的部分只有0.04 你帮我做价差只有0.09 如果说你把0.04加0.09加起来的话只有0.13 0.13你除以目前的股价 少的可怜耶 这质率不高耶 不高耶 虽然所以就是一个迷思好不好 迷思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啦 建议大家 但这种他们买的股票不是说不对 而是如果说你要吃豆腐的话 说真的 那个ETF的这些操盘人不是只会买股票 你现在只知道0.939 0094你要买股票 对不对 那前面那么多的ETF 00919 00929 009 009 有一个大堆 股价拉高了 你5%以上我们还可以说是高质率嘛 对不对 那你5%以下呢 5%以下还高质率啊 是吗 长龙现在 长龙190级摔到160级 跌到10块钱 他现在基本上 如果说你用今年的配期来看 有啦还有6%啦 算是高的啦 但你看这个群光 群光基本上质率只有3%多而已 你知道吗 3%而已 你再看这个历程 历程今天190级 接近200块 他配多少 他配7块钱 配7块那你看这个 他之前在那边做整理的时候是多少钱 之前在那边做整理的时候就是140嘛 140配7块是5%嘛 5%是跑公司好股票 好公司好股票 具有投资价值5% 他现在200块 要200 你配7块你200消息率算 值率多少 3.5% 3.5%叫做高值率 你看到贵 所以你说后面的ETF会在帮他们抬教 去抬那个3.5%的 太奇怪了 所以你要吃豆腐我不反对了 这是就我的看法 5%以上有投资价值 5%以下只剩吃豆腐的价值 你要吃豆腐的话 你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好不好 不要吃了 吃了我要被噎到 好不好 或是说跑去买这个 当然不是 长线来看基本上是会赚的 但是呢 但是 你就自己配给你自己啊 一大堆都是 8成的比例是自己配给自己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如果如果要购买的话 我就在那边钱给你 然后你再自己配给我自己 好不好 这个跟大家做分享啦 好 那再来看这个部分 同学为什么要看这个 因为其实选股 其实 股票市场基本上就是选股的问题而已嘛 你说指数不问题 指数高档震荡没什么问题嘛 问题是每次到2万点钟后行股就跳水嘛 跳动作跳水就是不要打理人闹跑 有闹跑的话就是看主力大户这个地方 到底出完了没有 是不完了嘛 跌破月线 要紧去嘛 上礼拜跌破他今天刚刚拉起来 代表什么 还有人想玩嘛 那还有人想玩的话你选股逻辑就是什么 选股逻辑基本上就是 题材跟筹码不是吧 不是这两个理由而已嘛 就题材跟筹码 不然还有什么新的选股逻辑 你说主力硬拉那种没东西硬拱的 那个你要跟主力熟啊 当然你说什么我完全不认识也不可能 我在这个市场20几年 还不认识谁 不敢说全部认识啦 起码认识一半了啦 但是你说像那种古董商那个年代 没东西硬拉的很少了啦 很少的啦已经很少了啦好不好 就是每次找杀下就会有人成立资教会 资教会如果说真的怎么样的话 主管机关就会干嘛干嘛干嘛 那大家觉得很麻烦 所以那种主力狂做的时代已经过了啦 好不好过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怎么样 就是你结合题材跟结合筹码 你就可以去找到股票啦 那结合题材跟结合筹码的话我相信 你看我节目应该怎么样 应该有参加我上个礼拜的什么 上礼拜的活动嘛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短线法宝跟你做分享嘛 那短线法宝 上礼拜我们跟他说红海嘛对不对 红海一直转油啊 他油就跟你分享嘛跟你分析嘛 没有就不会跟你讲嘛 就是有嘛 所以呢 所以有好多工具嘛对不对 有好多工具对不对 你看有上礼拜都跟大家说 那个 红海 没有头鱼老师 这大支集金箱都不会叫啦 好不好 除了红海外还有什么 今天这个最强啦 那这一组最强 那理由是什么 死门水库嘛 腰没水了 哇死门水库跌破四成 竹科 虎勒勒 对 又开始没水了 然后呢日月潭 九蛙啦 九字蛙啦 早上你打开东森 就是九字蛙都在那边 九字蛙都出来啦 代表什么 没水 然后呢 哇要调涨电价了 进一步名声一路突破八块 准备要调涨电价 所以呢同学 其实半导体哦 半导体本来就是 半导体用水跟用电都用很凶啊 就是吃电 可以说他吃电怪兽 基本上他们那个水的部分也是怎么样 用水是用人凶 所以呢 所以台力电不是那个嘛 一滴水循环八次嘛 就是就这个部分 因为用水跟用电很凶 但现在这个新闻出来 如果说你在结合股票的话 你看这个 华晨跟四电 同学 你不要想说 老师中间店今天我跑起来 你户管跑出来了 就看得到贵 这3月14号的一直转 就四电跟华晨 四电滑成 重电那我再看四电跟华晨 只有这两支 看这两支也可以啦 不过你把中间店拉进来 因为这两个当然就是什么 凯基出报告嘛 因为这两支刚好有出美国的变压器嘛 同学美国为什么现在也要搞什么 什么电力设备 什么搞什么变压器 他也要用半导体啊 半导体就是很吃电嘛 所以他也要用电 这两支怎么样 说白了啦 为什么这两支就跑去美国 为什么美国在那边有市场 当时在国内就拼不过中心电 拼不过中心电的话 我就去美国 拼美国 国内就是中心电这边在吃嘛 你懂的是吗 所以就这部分就是三支你要一起看 三支你要一起看 因为台电那个台电那个5645亿的强人电网 国内这边啦 国内这边基本上是中心电 是最大的赢家啦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华晨市电 当然你可以买 不过呢位阶高 位阶高你敢不敢追 敢不敢追是个问题嘛 讲了你不敢追 你这狗屁也没效 讲爽了你就不敢追 中心电你敢买吗 你比比看就知道了嘛 第一个他们大涨 没什么大涨 这个35倍 这个25倍 这个那时候讲的时候170 170本一比比17倍 本一比17倍他最低 市电今年赚6块 明年赚8块 这海基骨的 中心电今年赚8块 明年赚4块 10比市电高 两年都比他高 股价低他三十几块 对不对 到底要买谁 买这个也可以买这个也可以的 反正就是族群嘛 现在就是有人在拉嘛 你买最强的也可以啦 但是呢 你如果说 那个乖利好大 不敢买 不敢买这个啊 所以都会涨嘛 不管你怎么调都会涨 你懂什么 你要买这两支也是贪钱 这两支乖利很大 不敢买 买这个也是贪钱 所以 一个好的工具很重要 好不好 同学一个好的工具很重要 那中心电今天这样子 要准备挑战 今天周一 今天最高是182嘛 182.5嘛 其实 你会发觉同学你一直看 收盘价创新高 好不好 收盘价创新高 然后这是旁边的那个 法人区的报告 法人区的报告 每个都写200多耶 当然 不准你 因为不用找我啦 好不好 反正我都赚钱了嘛 但是呢 每个都写200多 那 LACSA的机会有多大 那机会应该不大吧 虽然所以你光比较 跟这两支比较 再看看法人的报告 这不是蛮安全嘛 虽然所以 所以就赚钱啦 所以同学操作是有方法的 好不好 不是每天看报纸 看明白看连线 不是这样啊 当然这种东西 我电视上我都会讲 好不好 你就锁定我的节目就好了 起码 我被骗你嘛 那不是 我会跟你骗嘛 不是说我讲完了 缴一支 小小支的股票 故事讲的天花乱醉 对啊 然后你进来我就丢给你了 对 结果你掏在那边 我只有我自己赚钱 有人这样搞啦 我讲白点啦 真的有人这样搞啦 但是呢 我怎么不惜啊 就这样啊 分析给你看嘛 所以呢 所以 感恩大家 好不好 然后其他这个 那为什么要弄那个电 说真的 其实还是半导体 其实现在水电跟半导体 都有关系啊 好不好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 封装 监禁封装台电 大家马将砸五千亿 我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这是那个行政院长 诶 郑文燦副院长嘛 对 他出来讲了嘛 我个人是觉得哦 那个 没错啦 做这个是一定要做啦 但是 设在嘉义哦 我不能说不对 而是 我觉得蛮奇怪的 你知道为什么 用水跟用电 基本上是半导体的重要项目的话 嘉义基本上是仁义坛 仁义坛水库 仁义坛水库 刚刚我发头有那么大的未纳量嘛 然后我觉得仁义坛水库 好像 这个我觉得政府要去想一下哦 仁义坛水库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未纳量哦 而且呢 而且你说这个地方 本来 四座 然后现在是给他六座的场地 六座场地今年 今年开始要先动工两座 同学这个还没盖啦 批好而已啦 今天先动工两座 那先动工两座的话 来看这个啦 同学这有人算了啦 就如果说以目前那个H100 V100还没出来嘛 V100基本上就是看那个 今天晚上那个 回答的JTC会不会讲嘛 就有人算啦 就是现在的主流产品 就是3奈米的差不多这边啦 H100 V100这边 扣化石人家都已经算好了 就是如果说以今天来讲 就差不多怎么样 5万多片嘛 对不对一年5万多片嘛 一年5万多片 如果说你光看台积电 你光看台电的部分 今年台电扣厂 基本上是差不多3.5到3.8啦 3.5就是年底的部分 同学这张表是我们之前做过 对不对 之前做过 我们就以这个来讲 就以这个凯基 这里是凯基估的 来看好了 同学如果说你光以台积电的部分来看 的确 产能一定不够 扣化石一定不够 但是也不要闹了好不好 扣化石你以为只有台电做 扣化石不是只有台电做好不好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是不是有讲这个 深蓝色是台电的 台电产能 它有没有非台电产能 废话 不然日月光是怎样 日月光是在旁边纳粮 是不是 它有外包一点给日月光 就是台电你做不完 就包给日月光了 所以除非如果说你台电要全吃的话 那你现在现在在封设厂基本上掛光 对因为要怎样 就5万片而已 5万片而已 你台电要全吃的话 他们吃什么 没东西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话 你说这个地方扩厂 扩厂 当然这是新闻写的 那今年要先盖两座 先盖两座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蛮奇怪的 这是很奇怪 为什么 第一个 人一坛水库到底够不够 第二个 真的很缺吗 啊 真的很缺吗 你那两座盖下去 基本上可能就不缺了 好不好 因为如果说你只看台电 当然就缺 我也是 就是有非台电产能 非台电产能 不然问你这资源在长什么 资源不是长三星的COAS 不然你以为资源资源在长什么 三星也要做COAS 台电包不完 我三星做 找资源一起来啊 不然联电在长什么 联电也是COAS 那个西中介版嘛 所以就是非台电产能 你这样加一加的话 你再对一下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呢 所以刚刚我很缺 可能第三季就开始不缺了 第三季应该就开始不太缺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新闻我认为 就是慢慢看下去 当然今天像一些设备厂 也因为这个部分 哇又弹起来 同学 同高党咚咚咚咚咚咚 破月线 因为这个新闻在谈起来 谈起来你要干什么 再去追吗 把明年后年的EPS都反映完的 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 祝你赚钱 我只能这样讲 好祝你赚钱好不好 反正就是如果说 短期上要做的话就是怎么样 就是好工具你带着啦 好不好 就像上礼拜怎么样 上礼拜跟他说一样 红海啦 看到红准你会想到谁 看到红准但是想到红海 为什么 3月12号3月13号 没有红海哪的红准 见鬼了 没红海会有红准吗 没有吧 这两个基本上他就跟着他一起的吧 因为红海如果说有面个什么GB200的话 机壳怎么样 机壳散烈可能会叫红准做吧 但是红准到底通过认真没有 没有啦 没有啦 所以呢所以 洗来洗来洗去 大家认为他有啦 但是市场上有时候就有炒的 好不好 就像那个散热一样 真的有真的散热有单的 齐红跟双红 其他的呢 雅虎底摆没人去的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有单就是齐红跟双红 其他的呢乱涨一通 好不好 所以就是真的有单的可能在红 他是不是单有到红准这边 不知道 可能会有 可能没有 你看连这个真顶什么都来了 莫名其妙 一大堆 反正就红家军随便 随便拉都对了 好不好 但是真的有单的应该在这边 好不好 所以同学 其实股票市场喔 有时候市债好的时候 但你社会标 你社会标你也可以赚钱嘛 我清债杯 我清债坛 市好的时候可以这样子 但如果市不好的时候呢 市不好有时候摔下来 摔下来也会很惨耶 你看那个四星谷王 不是说他不好 他这样一跌下来跌掉一个千斤 你知道吗 摔掉一个千斤耶 你如果是要在踢踢要怎么 也不会挂啦 只是怎么样 只是会拖很长的 可能会拖一段时间 等他爬起来 就差不多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其实操作我认为就是要逻辑 要逻辑好不好 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像这红海一直转嘛 短线法宝嘛 今天多少 今天还是区区长 洗血往上推 反正只要 这种你就跟着法安做 跟着法安做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还是一样 短线法宝嘛 元大写的是有道理的 元大写的是有道理的 就是GP200需求加嘛 你要看人家采用程度 不要老是在那边做梦 好不好 有时候要建好就收 就像那时候长龙一样 长龙 吃肉腐吃到快200你要建好就收 因为什么 因为杨梅跟旺海是梅长的嘛 一个破敌 一个梅长一个破敌 光这个植疫律吃肉腐吃到 都一九几了 你要建好就收嘛 我一定要看到200块 要看到200块 5%才甘愿 结果现在变160 就是有时候你要建好就收啦 好不好 然后上礼拜我跟大家提醒的 短线法宝 上礼拜我是最后一天嘛 最后一天 我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 今天好像赚钱嘛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说 好我听你的早上去买没赚钱 你见鬼了 因为你赚钱嘛 但是呢 但是我们回到一个操作的逻辑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的 对 题材跟筹码 筹码其实 同学现在还是三月多耶 还是法人做账你知道吗 法人做账还没结束耶 还在三月多耶 那在三月多的话 法人到底在连续买什么东西 但几个部分啊 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是什么ETF概念嘛 群光这个啊 长龙现在还有那个6%左右的资源 因为它掉下来了嘛 群光这个3% 3%以上 好公司 同学这都是好公司 3%以上 但是我个人认为 3%以上的质疑率 3%以上质疑率 只剩吃豆腐的价值而已啦 然后这两支的历程 历程我刚刚讲了嘛 这也剩吃豆腐的价值 配7块 它过去很稳定的配7块 100是这边算是OK的 但是现在跑了200块 3%的质疑率 这个是美光概念股 因为这两支公司跟美光不错啦 再来AI的部分 可能短时间上看这个啦 红海跟台药 台药今天好像头信还在继续买 红海带短线乖离 会稍微震一下 你可以留意啦 反正就是乖离大 可能会稍微洗下 这个怎么样 修正乖离嘛 修正乖离 台光店 台光店跌跟它没有关系 同学 你看到现在你还没反应过来嘛 台光店在跌它的 台药头信一直买 头信砍台光店买台药 你以为斗三那么厉害 可以吃掉全部灰打到CCL吗 你以为斗三什么公司 大到那种程度 对 通吃 看到整个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那么通吃 没有通吃 可以通吃的只有台系电 这种通吃而已 台电可以通吃 主要是后面的追兵 全部都做不出来 就这样子 那其他CCL这种东西 C-L A100 H100 台药不是豆丹 而且台药的值本来就是最好的 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而且台药台光店连帽 对不对 台药是值最好的 东西最贵 台光店基本上会差一点 就是比较便宜 那品质可能就是 应该是CP值可以用 台那个 那个 连帽呢 连帽就是CP值高的啦 东西最便宜啦 但是你说是不是品质像那个台药那么好的 类似就是 那黑色门马沙拉底的品质 没有啦 它可能是不错的类似是一款 你懂什么 就是CP值啦 所以呢所以 AI世代 到底AI 同学 AI是没在考虑价钱 你知道吗 给我品质最好的 所以斗山不可能全吃啊 所以像这种投信在买 我认为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好我们做个简单结论 同学今天基本上 指数不是重点啊 指数怎么会重点 欧地区才是重点啊 欧地区 好家赛今天占回月线 那既然占回月线的话怎么样 占回月线就是继续 维持多方的看法嘛 那继续维持多方的看法的话 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是回答的GG大会 那回答的GG大会 其实就是AI嘛 AI就是半导体嘛 所以旁边的主轴有没有变过 旁边的主轴有没有变过 旁边的主轴有时候涨什么水有什么电 但是呢其实主轴都没有换过 就是半导体就是AI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喔 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啦 那法案都还在里面 这个月又是作账的话 就怎么样 继续多看他自己眼 好不好 然后把有机会涨的股票找出来 就怎么样 操作方法嘛 那你没有操作方法的话 短线法宝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有效的方法就有婚礼的就有下一支 喜欢我们分析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 按下小铃铛 我们节目跟你喜欢 第一时间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各位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族先机动能掌 我记得先出单 美超顺理 明年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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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